我是徐仁博,我是一個交大畢業的理工宅 同時我之前在城市老爹服務,我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 最近這兩年內我也成為了一個孩子的爸爸 理所當然的,我希望我們下一代可以有更好的未來,在三層長大 但近幾年,當我回到三層的時候,我跟我們的朋友 其實常常感受到的卻是無力感 國道4號延伸段,一個從我們小學就聽到的建設項目 至今20年了,人未完成 東四高工實驗教育園區也是歷時的數年花費了1.2億的公帑 即便在眾多的專家學者評估安全無餘的情況下 卻仍然被盧市府單方面的以安全問題終止 而更難過的事情,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在地的民意代表卻沒有多少人出來為實驗教育園區的終止去發聲 東四已經沒落了太久了,我們經歷了921,經歷了722水災 我們經歷了非常非常多的挑戰天災的困境 但卻無法撐過在地派系把持所造成的監督失能 我們過去所受到的教育訓練 我們自己在交大所學,我在工作所學 我們習慣用理性、用數據說話 用邏輯來分析問題 所以我自己作為一個 決定有勇氣自己站出來 然後選擇一個台灣同樣具有勇氣與年輕的政黨 台灣基進 跟我們一起回東四,回三層 把改變的力量重新注入 我是楊欣怡,我是再度參選台中市的北屯區 這一次我是懷抱著更堅定的信心 跟台灣基進的夥伴站在一起 想要來爭取更多人的支持 我是在台灣大學完成了社會工作 還有外文系的學士雙修之後 考取教育部的公費留學 前往英國,攻讀碩士跟博士 回來台灣的這幾年 我繼續延續我在大學時 大概就開始的社會參與 不論是閒置空間的活化 守護百年荔枝森林 創辦環保品牌家務室 或者是堅定而專業的守護溫柔生產 這樣子的議題倡議 我也剛完成在清華大學幼兒教育的學習 我做的每一個決定 走的每一步路 都是希望我跟我的孩子所處的世界 可以變成一個更好的世界 除了這幾年的海外經驗 以及更多年的在地實踐 我是跟所有北屯的朋友一樣 因為深深喜歡這個地方 所以我在這裡生活下來 養育我的下一代 所以我對北屯的期待 或是整個台中的期待 是他能夠成為一個更友善 更宜居 也更永續的城市 這次還會站出來 跟台灣基進 這群朋友做會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在廣東打拼 將台灣 將台中變成一個更民主 更美好的地方 我是這次要代表台灣基進黨參選 太平區的市議員林怡貞 我其實是來自公教家庭 那本身我的家裡面 其實沒有任何人從事政治工作 相信有很多朋友 很好奇為什麼這麼年輕的 我要出來參選 我在台北念書 我念了師大生命科學系之後 繼續攻讀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 教育研究所 我在台北從事教育工作的期間 曾經有接觸過中國的相關的教育工作者 他們私底下都會討論說 中國的威權政府 中國的言論的欠縮與打壓 如何影響他們在中國推展教育理念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知道 一個好的教育 就必須奠基在民主自由之上 而台灣基進也符合這樣子我的理念 一個好的教育 就必須有一個民主自由的政府 民主自由的國家 因此我這次來代表台灣基進黨 我想要前進市議會來做我們的教育監工 我的太平區呢 其實是一個群山環繞 人文會催的地方 但其實有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太平有非常多的觀光資源 我希望未來呢 如果能當選市議員的話 我希望讓更多人能夠知道 台中其實有一個太平區 歡迎大家來看看太平是一個多麼美好的地方 我之前是在台中市議員高級站服務處團隊 裡面擔任助理 然後也在地法委員洪慈庸 台中辦公室擔任主任 所以我在地的服務有十年之久 我主要的三大政策方向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婦幼健康我來顧 因為我有一個兩歲的小朋友 現在我們COVID-19疫情非常的嚴重 北台中厚禮豐原的部分 完全非常缺乏兒童的專責醫療資源 後續我會認真來推動這部分 第二點就是說 青年社宅要加速 大家都知道我們豐原的地方 現在有個安康社宅 那除了安康社宅外 我們的盧秀燕市長 在我們北台中厚禮 完全沒有任何社宅規劃 現在我們厚豐的房價越來越貴 然後租金也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年輕人的負擔是非常的重 但是呢我們的北台中到目前為止 確實已經到現在沒有任何社宅規劃 所以我後來後續我們會繼續推動 我們的社會住宅部分 讓我們的青年有好宅 第三點 我要來翻轉北台中的邊緣化問題 我們後峰的建設要再進步 需要透過我們的交通規劃 然後街區的活化 來翻轉北台中邊緣化的問題 大家要相信我們台灣基進黨 是最有力的監工 我們會用心來監督市政 台灣基進在台中的這支團隊 就是要來拼命到這個台中 擾動到六都裡面 我們的在地傳統前現代的 這樣的社會關係 更深底固的這樣的一個城市 雖然我們從2014年就在台中 不斷的努力也遇到了一些挫敗 但是台灣基進在台中這局 絕對不會缺席 進一步由台中開始做起 來讓台灣的民主進一步在地方上深化 我們推出四位候選人參選 不只是要透過議會監督 落實青年未來安居就業的城市願景 我們同時還要回應台中市民 對於台灣基進的認同與期待 所以我們會站在既有的基礎之上 以保障國家安全 提升民主品質 促進社會公平的堅持與專業 與台中市民修區與共 共同打造台灣新共和的新政治中心 我們在台中基進來監工 台灣基進監工 基進深耕中 轉動大台中 打造新未來 基進拼台中 台面真正行 新年入政平未來 基進監工化保證